一个人吃饭 出街吃 买外卖 自己煮 还是找人一起吃 网络艺人五博儿 人称五仔 是香港首个做吃饭直播的人 不时都会直播自己吃饭的情况 吃饭直播就是我在吃饭 有些观众在看我吃饭 一起吃饭就是吃饭直播 吃饭直播 近年在韩国广受网民欢迎 有传门报道 部分人气爆灯的吃饭直播网络主持 每个月分分钟都赚到港币六七万元 五仔大约在一年半之前 将这股寒风引入香港 他合共直播了自己吃饭的情况十几次 就已经累积了近30万次的浏览 我自己都不相信 但是我发觉原来吃饭直播 是最多人看的直播里面 以我观众层来说 很多都是一个一个人他是很寂寞的 然后跟我们在那里聊天 他根本他身边想找个人聊天都没有 他变成在这个吃饭直播当中 有人跟他聊天 都市人的孤独正照照地改变经济市场 更为不少人带来赚钱的机会 五仔说单是直播自己吃饭一个小时 就已经为他带来不错的收入 我不是自愚来的 网上是我份工来的 根本上是我事业来的 因为刚刚一个小时 已经有六七百元 给了金钱给我的人 那一个小时而已 时薪 我都没有计算我那个YouTube 放一条片出来的广告分红 不少商家也都看中单身商机 以前约上三五只几才会做的活动 现在都可以一个人做 就好像打边炉 这间以一人火窩店概念的店铺 顾客自助点餐 火窩材料 就会由书送带送到顾客面前 基本上 客人都不需要和店员接触 就可以打边炉 打完边炉 还能一个人去唱卡 按統計的資料 在香港由1986年至2016年期間 15歲及以上從未結婚的女性數目 上升60.9% 而男性則上升13.8% 在2014-15年度 一人家庭每月平均開支為16,009元 交一個三人家庭 每人每月平均消費8,973元 高出超過近八成 單身人士經濟能力雖然強 但有學者認為相比起日本 在香港單身經濟發展有它的局限性 單身經濟在香港來說發展空間很少 因為如果要涉及租金就很難做 例如日本很簡單 但經濟差了二十多年 年輕一輩覺得未來不太好 所以很多時候有灰 他們喜歡自己一個 看看能否找到自己去預料 所以很多時候都有機會讓他們發展 香港文化上很多時候通常 或者是朋友一起因為方便 關卓照建議 如果有興趣在香港發展單身經濟的行業 可以聯同幾位單身經濟創業人士 合租辦公室分擔成本 香港電台記者吳永三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